如今的世界不仅仅有才华,还是一个看脸的世界,有的人虽然长相不是很出众,但是他要是和明星撞脸,他的命运就是另一种说法了。 今天我们来说说,这一位08年出生的小马云,小马云原名范琴琴,出生于江西一个贫穷的家庭,小马云的母亲患小儿麻痹症,母亲从小患小儿麻痹症,又不幸被扭转下一只眼睛,父亲年轻时被蛇咬而截肢,一家五口人只能靠着个59岁身有残疾的父亲之声。 如今范琴琴因为壮脸马云,生活一下子富裕起来了,面对突如其来的奢华生活,小马云也坦然接受了,毕竟这能改善自己的家庭状况,随着小马云越来越出名,找他代言的商家也越来越多,小小年纪也变出入各种高档场所,唯一不足的是因为档期小马云并没有上学的时间,虽然吃喝不愁还能改善家庭条件,但是不知道对他来说,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 看小马云的近兆,最近又长胖了不少,走路都会喘气,看来生活质量确实得到了质的提高,小马云的各种写真也在网络上流传,如今的小马云看起来都有几分大多斯的气质了呢? 因为参加走秀和商量过多,小马云的学业落下了太多,在视频中的小马云也只能说一句,并且小马云识字也不是很多。 很多网友表示,虽然生活水平极高了,但是实际上是耽误了他,可惜了,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反驳,趁着现在长得像马云还不多赚点钱养活家庭,现在努力的学习,也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挣钱。 既然现在有挣钱的机会,不上学了有什么关系呢?对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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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